明放21响礼炮中正纪念堂广场上 总统蔡英文以军礼隆重欢迎 帛琉总统会数人再次来访 会数人访团来台 6号除了与蔡英文会晤 双方也签署多项合作协定及合作意向书 台湾也以国宴盛情接待来自帛琉的好友们 蔡英文感谢帛琉面对外来压力 人不退缩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 面对外来的压力 会数人总统好不退缩 更运用创新的方式 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 为帛琉带来各种发展的机会 我相信您的正直勇敢及良善 正是国际民族的模范 而会数人总统则代表帛琉人民 向台湾人民表达诚挚问候之意 并感谢台湾多年来 持续不断的伙伴情谊 指出休憩与共 不离不弃的才是真朋友 很庆幸在当今充满混乱的世界 拥有同样致力于民族 法治和平与繁荣的盟友 在双边会晤时间 会数人更表示 帛琉有责任尽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 帛琉总统会数人近期频频出访各国 在9月先后去了日本以及美国 都强调关切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也让这次会数人总统赛访团来开 参加国庆大典 与台湾人一起庆祝国庆 更具意义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